本章孔子这段言论 表明他的教育思想和目的是致力于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使所欲之才能够治理国家 让天下归人 学习诗经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弟子们增加多方面的知识 成为有用之才 而不是成为从粹的文人或者书呆子 你看孔子 他给学生教的呢是各式各样的 我们也会发现孔子也是多才多艺 讲做人啊讲政治啊 包括他弹琴 哇这这个孔子的知识啊内容啊 那也是丰富多彩的 他不赞同啊书呆子 是不赞同的 就像我们今天学传统文化的 不要学成传统文化的呆子 还挂个名我学传统文化呢 你首先我看看几期游学 我首先发现了 游学的人大部分都有佛教基础 有的有道教基础 有的呢有这个儒家基础 但是一点都没有智慧基础 与他们学的东西完全不相悲 我甚至去很多这个名山 我一看那些骗子啊 都是被这一帮人给捧成骗子的 不然人家成骗子也不容易 要把你骗了才能成骗子啊 不骗了怎么能成骗子啊 这些人跑去了 忠用人家抽签 忠用跑去找活佛什么摸顶算卦 山没上去呢 卡都刷完了 人多的是 学是智慧一点没学 鱼吃学了一大堆 你管都管不住啊 每次我们游学都给大家讲 不要去算命啊 不要随便乱捐钱啊 不要随便买什么工艺品啊 什么艺术品啊 你看吧 偷偷摸摸的和做贼啊 我们一公一个一个看着 不注意思路跑到里面去 卡刷了东西买了 哇 我有时候在讲 你真要买东西 网上买多便宜啊 思维老师 开阔不了 是不是 我看我们第四期游戏 比第三期 第二期 第一期更好了 那简直很多人家 大包小包买很多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买 给他说了都不行 这完全是没智慧的表现 我也想这些骗子 为什么那么得意 被我们这些傻子捧出来的 没办法 他要傻 嘴上还说 我在学恐懵思想 我在学释迦牟尼佛思想 智慧一点没有 鱼吃啊 越来越重 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完全就迷失了 人家忽悠两句 说这买回家 你能发财 马上买一个 你说这能保佑 你们家孩子升学 马上买一个 像你这么说 就说孩子不用考试了 你想呢 他卖给你 他不想发财呀 是不是 他卖给你了 让你买回去 让你发财呢 我要是他决定不卖给你 我自己先留着 让我发财了 我也省得卖给你 挣你的钱 是不是 那都鱼吃的想法 我们都想不清楚 不断的去买 真的是买 要不然就是 他便宜我买 便宜有啥用啊 关键不是说便宜 对你有用再买 便宜也不能买 买回去不能用 就是垃圾 还占空间 是不是 没必要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 有智慧去 面对的 这也就是 孔子 不愿意啊 他的学生 纯粹成为文人 或者书呆子 诗经中有很多 议论政治得失的篇章 因此对执政者 有警醒 借鉴作用 读诗经 而不知明星之所向 正是之所趋 不能活用 活学 那么读的再多 也是没有用的 由此可见 孔子是倡导学以致用的 孔子是非常倡导 学以致用的 就像我经常讲 和告诉大家 学要用啊 用就变成你的 不用永远是我的 你会背都没用 你会讲都没用 只要不会用 永远是我的 不是你的 四书五经 佛教 道教 儒家 所有思想 都是让我们学而致用 这是这些圣贤的 真正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学了一个 神神叨叨的 摸个顶啊 加持加持啊 去了赶快就磕头啊 哇 我经常在讲 这是非常可怕的 把这些圣贤当成什么 探光物理 贿赂贿赂 磕几个头 烧几个破箱 还增加雾霾 过哪烂水果 求一大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们自己去想想 要不然就碰了什么 神婆神汉 附体来了 说他这是菩萨 那是什么神子 哇 我们一个一个都跪在 那个地方傻乎乎的 唱那个什么 琴枪不是琴枪 京剧不是京剧 反正也听不懂 哎呀 要不然捏点香 会这是药 好拿回去吃吧 给嘴里就塞了 要不就烧个福一吃 哇 我就在想 这都能吃下去 不听医生啊 我们经常都会遇到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哪能迷信这个东西 要不孔子讲 尽鬼神而远之 一定要远之 今天学习 一定是智慧增长 所作所为 符合智慧的道理 符合智慧的方法 这是我们学习政治的目的 所以孔子提倡的是 学以之用 一定是学以之用 永远告诉大家 世上没捷径 哪有捷径啊 是不是 你看到那些捷径 那是神话电视看多了 你吃个饭还要嚼呢 你不嚼就把你掐死了 哪有那么捷径的事情 是不是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做好人做好事 应用古人的智慧 让我们少做错事 少走弯路 就是捷径 用智慧面对我们人生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要学活 不能学死 学死就没用了 魏国和鲁国是兄弟之邦 鲁国是周公之后 魏国是康书之后 周公和康书是亲兄弟 魏国政治经济 政治安定 经济富裕 孔子弟子子路 得七 兄严 卓周 是有贤名的魏国大夫 可是论到这些人事等因素 很可能促使孔子周游列国时 将第一站选在这个魏国 孔子说 熟读诗三百篇交给他证悟 他却搞不懂 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 又不能独立应对外交 虽然读书多 又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我们今天学了这些东西 一定是应用 处理事情 与人交往 还要有智慧 把大的事情变成小的事情 小的事情变成没有的事情 所有困难 自己能扛得住 完全可以解决 还很轻松 不得罪人 这叫学以致用的这种特点 要不然的话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 我说我在讲国学和别人不同 我是看到 讲国学的 佛学道学的 里面有很多弊端了 讲课的老师都过得 悲悲气气的 磕磕连连的 要不然一个一个学的 跟精神不正常 神圣叨叨的 要不这大型 那大型 要不然人家学学 就睁着眼睛 跟我说 秦老师 你看我看见什么了 我看什么了 你看那发光呢 我太阳在那 能不发光吗 我一惊一叉的 干什么呢你 是不是 哇 我就觉得很不正常了 要不然 太阳周边有霜光 哇 是不是 我们一天追求一些 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 我太阳照出来光 全是霜光 不是霜光吗 大地回春 是不是 果子成熟 那不神奇吗 是不是 我们非要把它弄得那种 一惊一乍的 别人听起来好像 哎呀 你好像很厉害 能看见这能看见那 这都是不正常的表现 即使能看见 金刚经常在讲 凡所有象 皆是希望 没必要说 说他干什么呀 那都梦话 是不是 这家没意义 要不谁跟我一说 他怎么怎么样 我那行啊 那你飞起来我看看 要是飞不起来 别说那话 老老实实坐那吧 是不是 学习是学正 不是学习呢 要学学的接地气 是不是 这是我们大家要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回归到正路 这叫正常人 不是过得不正常 这都是不对的 你看我们第四次游学 说是我有个粉丝想见我 我一见 逆欲症 我说要学国 也学成逆欲症了 我就说两句话 我又赶快不能跟着人再说了 我说再往后研发 就精神不正常了 为什么呀 说我学了 我学的怎么了 哎呀 我这生病不能吃药 我说 孔子生病还要吃药呢 他弟子给他说 要不要我去找鬼神祈祷祈祈祈呀 说不用祈祈了 说祈祈祈有用吗 孔子弟子说 有用 就说了 哎呀 哪个帝王怎么写祈祷文 哦 既然是这样 我做事情对得起天地 那岂不是天天在祈祷呢 所以不用再祈祷了 我说你看 孔子都不相信这个 是不是 他说了 祭祀鬼神是体现于教育和道德范畴 我们把他弄成什么 迷信范畴了 经常有很多人给我发个微信 就是我生病了 我就不想吃药 我念佛能不能好 我说我不懂 你问和尚去 我方知道和尚生病也要吃药 该做手术还要做手术 你看新庸大师生几次病 做手术 是不是 我看和尚都这么做 我相信和尚生病都找医生 你也找医生还是比较对 不要有自己怪异的思想 这就学错了 完全学骗了 要不然说 我有冤情在主 我已经冤情在主 冤情在主在哪里 我把所有大道经看一遍 没看见这个词 我们学骗了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定要学而会用 不是把我们的生活越学越糟糕 越学越学的与社会隔绝不正常 这都是不能学的 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这也是孔子一贯主张的执政者 要以生作则的原则 为正者必须先要正己 自身不正 虽有命令 别人也不会从 更别提去证人了 孔子讲为正为德 对上位者提出要求和约束 有其积极意义 就是一定要生正 这个生正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跟你讲 一个老师跟你讲 你要如何经营生意 他都经营的倒闭了 你还能听啊 是不是 一个风水大师 好好给你提建议 买很多风水摆劲 他都想卖给你东西挣钱的 你想想 他自己给自己把风水看一看 发了财多好 也省得挣你的钱了 那挣你那点 签脑起啥作用 好风水给自己先留着 是不是 所以啊 真正的大师 都不会轻易给人说这类的事情 你看过去的 是不是 远天刚啊 刘伯温啊 你包括诸葛亮啊 即使有这些懂得 一经风水的大师 都是辅佐国王 以利于万世百姓的 哪有给自己谋私利的 给你卖个这 给你卖个那 我也没见这个 这个 那个时候诸葛亮天天卖他羽毛扇 没见过 是不是 哇 我卖一个羽毛扇 挣点钱 行不行 没有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 完全不了解 古人在学这个事情 他的这个目的 是帮助有德性的人 所得天下来利于百姓 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些大师 完全为了自己利益 有没有能力咱不评论 反正私利很重要 要有真有能力 不用再摆摊了 真的是这样 努力去做了 所以孔子说 作为管理者 如果自身行为断正 不用发布命令 事情也能推行得通 如果本身不断正 就是发布了命令 百姓也不会听从 就是还是要求自己去做 今天我们学习一定是 其生正 自己生要正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什么时间看见曹德王 看见马云全人学佛呀 全人学传的文化 没有 人家做得很好 你看人家捐款捐的很好 做慈善做得很好 企业做得很好 大家自然向人家学习 这个时候啊 不说啊 胜过千言万语 真的是这样 人家能把学习的东西 致用于公司 致用于家庭 我们会发现 马云有绯闻吗 没有 曹德旺有绯闻吗 没有 李嘉诚也没绯闻 是王建林也没绯闻 你看这些大腕 什么时间听见 哎呀找小三找小三了 是不是 你看看那些明星界里面 今天这个小三 明天那个上床 有几个 有人家签多 没有 我告诉你 真没有 你看看大腕都在做什么 对家庭极其负责 言行举止 对社会极其负责 因为觉得自己有影响力 我不能给大众带一个坏头 带坏头的我们看看 下场不好 我还有机会 见了王石肯定说他 你看看万科成什么了 我们自己想 王石一三年之前 对前妻非常好 万科那简直是 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欧 从一三年换完老婆 找了个田小姐 你看成什么了 我们自己看 大家对他的评价 万科也是 哎呀 差一点把王石从企业递出来 我们自己想想 这叫其身不正 你身不正 福皆损 大家也不佩服你了 过去大家都佩服你啊 在祝贺你的时候 是一种正能量的狙击 你不发也得发 当大家都嘲笑你的时候 都说你不好的时候 这叫什么 负能量相克 你呀 不倒霉也慢慢就倒霉了 为什么说人言语有毒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孔子 谁都封他 胜任胜任胜任 他也没想到 他教五年学能有这么大成就 是不是 我们看看人家孔庙孔灵 哇 历代皇帝受封的石碑 我们自己去看 成圣人了 你看秦贵到底做了多少坏事 我不知道 反正是谁都说汉奸 到现在也没站起来 还在那跪着呢 我们想想 那可怕得很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自身正 我们要给未来的子孙 做祖先 让他提起我们的时候 来 知道我们 对这个家族 对这个社会 我们做到了 自己应有的本分 我们今天努力了 没做成是另外一回事情 精神客家 要是没努力 我们对不起 我们历代祖先 真的对不起 子曰鲁魏之政 兄弟也 鲁国是周公弹的封地 魏国是康叔的封地 周公弹和康叔是兄弟 当时两国的政治情况 都趋向于衰败 故而孔子有此感叹 孔子说 鲁国的政事和魏国的政事 像兄弟一样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是亲兄弟 所以政治理念思想是一样的 这是孔子呢 提到的这个感叹 子谓魏公子经 善居士 时有约 苟何以 少有 约苟晚以 富有约 苟美意 本章是孔子对魏公子经的赞美之词 孔子认为 政者应该在自己生活上知足 在仁德上知足 就是为政的应该在自己生活上知足 在自己仁德上知足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生活知不知足 这也是非常重要 就古人讲的 知足常乐 我现在讲 我们每一个人 完全可以天天高兴起来 没有烦恼愁事 要不我遇到住别墅的 家里有钱的 痛苦的 昨天都半夜给我发微信 我好痛苦 好累 我来课堂听课 我就给他回了一句 因为我知道 人家别墅都上千平米 开的车都是几百万一辆的 我也不知道 人家跟我说 他好痛苦 好累 我也想 我这北漂的打工的 就该跳楼 你跟人家怎么比 人家富城那样 那简直地面都是拿玉扑的 三层的别墅 还有个电梯 那还带个院子 漂亮的不行 我去过那家里 人家竟然跟我说 他很痛苦很累 我一心想 要不你把你别墅捐给我 你那么累 你住我们家来出租房 我住你那去 我也不累 所以啊 无宽不如新宽 我最后没办法给他说 你来听课吧 是不是 所以这是对自己的生活不知足 对生活太不知足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像古人在讲的一话一样 无有良田田想良田 良田千秋想美妾 有了美妾呀 想官员 为了官员呀 想当宰相 一朝当了宰相官 又想啊 成王做天下 即使成王当了天下 还要干什么呀 还想西求长生不老 永不死 古时候帝王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当了皇帝干什么 哎呀 西求长生不老 人没有知足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真能知足呢 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当时社会奢侈成风 清大夫生活腐化不足为奇 而魏公子 经居士不求美华 不求 不追求物质享受 其心 扩淡 安然可知 可谓是浊水中的一股清流 这是孔子赞叹的 这个公子精呢 哎 他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也遇到啊 现在很多有钱的人 见我来诉苦的态度了 我经常在想想 我这一个打工的 这些都是什么首付 几百个亿的向我诉苦 我有时候在想 哎呀 他的生活都苦成这样了 是不是 哎呀 究其原因 方法错了 再究其原因 在物质上啊 欲望太厚 人德上面 不思进去 啊 精神上非常贫穷 啊 哎 跟你聊完以后 他就 哎呀 我心情很好了 回去管不了三天 又老样 我说你要持之以恒啊 而古人讲到舍嘛 把你那钱给出捐了 舍不得 捐个钱呀 那简直割肉一样 我告诉你 哦 但是一买化妆品十几万 美容一刷十七万 哇 我遇太多了 你让他做点慈善呀 那磨叽半天啊 那真的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苦假苦 这种人是非常多 你让他帮助一些特控学生 也要琢磨半天 还会找很多理由 但是自己的生活 非常的奢侈浪费 就是不快乐 我遇很多有钱的人 得匿郁症 精神病 晚上睡不着觉的人 特别多 我们想想 物质丰富 精神贫穷 你看马云这一号的人 包括你看 海航的 董事局主席 陈芬 我们看看这一类的人 他们都在干什么 去寺庙 学习国学 把自己的精神世界 也让他浮育起来 这个时候 他能把握住自己的财富 不会被财富控制 变成物欲横流的人物 你看我们遇到很多人 有私人飞机 私人游艇 装得像老大一样 实际真没人家 马云这些人有钱 人家热衷于慈善 一捐款多少亿 你看曹德王都捐50多亿了 你啥时间听过曹德王 找了个小三 换了个私人游艇 私人飞机 是不是 连任正非那样的人物 那都排队吃饭 你看王健林天天爱吃什么 韭菜盒子 哇 那生活简单的 是不是 你看成光标一天点肥呢 你看京东的刘强东一天点肥呢 人家都有那种毅力 我们自己想想 你看看人家都在做什么 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孔子谈到魏国的公子晶 说他善于治理家政 当他刚开始有了财务时 便说差不多够了 当稍微多了起来的时候 就说将要足够了 当财务到了富有的时候 就说真是太完美了 就是知足的心事非常重要 真的是这样 就像人家医生说 你这么年轻眼睛不好了 我说我比瞎子强 一说你这年轻心的 你要好好努力挣钱 我说我挣这个钱 你是看不见的 非常富裕 就是你随时都要干什么 在知足的状态中 去考虑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不知足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的心量是打开的 非常愉悦和快乐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子时未 然有朴子曰 术已灾 然有曰 既术已 又何加盐 曰富之曰 姬富一 又何加盐 曰教之 本章孔子提出了 先富后教的政治理念 认识到经济富裕 是德教的基础 孔子重视教化 但并不空言 凭空言道 你看这一段也告诉我们 孔子 他提出是先富后教 你要富裕了 我再教你 你能学到位 贫穷很难养道的 他让他生活都顾不住呢 你给他说你来学道德来 他说我先吃饱肚子再说吧 一定是这样 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 我们也会发现 一个国家当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了以后 大家就好理了 大家就文明了 我们自己想想 那过去农村的厕所是什么 是不是 你看现在农村的厕所都坐得特别漂亮 哇 这个墙面都贴成瓷砖 我会发现 经济好了以后 大家就好理了 经济不好的时候 盗窃贼乱就特别多 真的是这样 所以孔子在讲 这个富裕是非常重要 他认识到 经济富裕是德教的基础 经济富裕一定是德教的基础 即使我们去寺庙 你看免费的告诉你 后面有人捐 没人捐也捐不出去 反过来我们看看 庙里头的佛 没有一个显穷的 净身 是不是 你看菩萨 哇 各个都是 哇 珠光宝气 是不是 包括道教的天神 我们也可以看看 穿的那个衣服 各种珠宝宝气 都是负贵的 我们要说 学佛学道学儒 都一个都学成乞丐了 没人去了 我告诉你 一定没人去 所以孔子的主张 不是让我们学穷 是学富的 富而有人 而不是为富不仁 这是他的理念 包括佛教理念 都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遍地黄金 像我们大地的土一样 给你你都不要 所以那个地方 全部是富足的 你就把贪支出了 你看 哇 哪都是黄金 跟我们大地的土一样 你会要吗 所以你看见就没了 所以他富足到 让你不贪 是非常富足的 孔子重视教化 但并不凭空言道 而是明白教化 在物质生活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后 才会有成效 所以一定要深入 理解孔子的原因 孔子不主张穷 他讲到是 富裕到了一定程度 你在教化他 他才会有成效的 就像我今天 给大家讲 我告诉你 我家里两个孩子 都没饭吃 我昨天给你讲课 你想都别想 早跑了 我这爱说实话 我这是月月领的工资 那工资挺高 哇 这不缺食不缺喝 正好有时间 老板也不敢开除 我就仗着这一点事 我给老板讲了 请了三年假 讲三年课 是这样的 要不可能说 秦老师你还上班 我不上班 你养我呀 让你买个书 你还追了一块钱呢 我还给你赔几块钱进去 连稿费都不要 是不是 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一定是值得 我们大家思考的 就是因为我在上班 有工资养家 所以我才出来 能讲十几年课 太太家很安稳 那不然买菜都没钱 我不能天天 向人画园去 是不是 这家我一年还要捐赠那么多钱出去做慈善呢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到魏国去 然有为他驾车 孔子说 人口真是众多呀 然有说 人口已经是如此众多了 又该再做什么呢 孔子说 使他们富裕起来 然有说 已经富裕了 还该怎么做呢 孔子说 教育他们 人口多了怎么办 让他富裕起来 那富裕起来以后怎么办 教育他们 一定教育他们 你看我们习主席现在提到的国学理念 是不是 去屈服推广大家学习孔子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济非常好了 但是呢 我们在国外买奢侈品 花钱 国外说中国人不讲礼貌 没素质 习主席想个办法 学习国学 习习国学以后呢 让我们大家懂礼貌 懂得礼貌 出去以后 花钱人家也喜欢我们 不然我们现在花钱 人家不喜欢 你看我们闹的笑话 跑上日本马桶盖背回来 哇 我们有时候讲的比较诧异 那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去想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东西的过程中 一定前提是建立在富裕的基础上的 贫穷肯定不行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 在这个上面我们也理解 孔子不主张穷 主张我们合法经营 照照纳顺 希望我们大家 努力的去挣钱 为什么 慈悲的你一定要有钱 有钱做慈善 帮助弱势群体 这样才真正有价值 不然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在学习理念的时候 也要明白 不管是儒家 道家 佛家 都是教我们富裕的 你看佛要都在讲 念佛一句 增福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差都告诉我们 你念佛就能增福无量 是不是 没有说你一念佛 穷哈哈了 你一拜佛 变成乞丐了 谁还去 没人去了 你一看佛全是精神 菩萨一个一个 穿的烛光宝气 都是显示富贵 因为富贵是才能养到的 很多人在学习 儒家思想 佛家道教的时候学偏了 佛教讲的四大接控 那是对名利不执着 能看得破 能放得下 但是不反对 你盖个庙也需要钱 四个佛像也需要钱 你没钱 你肯定是做不了的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 在世 也是各国国王有钱 大富长者子 是不是 给他一捐捐个经社 一捐 捐个讲堂 他才弘扬起来的 我们可以借富人的钱 帮助穷人 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你不过我们现在的 微公义也是 大家可以捐书 捐完书 我们送给那些没钱的人 还送给那些 有钱不想买书的人 是不是 让他看看 说不上他突然有一天 哇 明白了 他也开始做慈善了 都有可能 我们用感动的方法 去引导他们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好 这一堂科技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